虽然结果跟我的期待有所偏差 但能让你过一个相对快乐的人生 才是我最大的幸福 我们今天是最后一次对戏 你难道对我都没有想法 就算是戏演完了 你也是我弟弟啊 想什么呢你 放极了 连我都被感动到了 可惜没什么用 你看杨瀚站在旁边一脸冷静的样子 就照顾这么做对他毫无危险 仗还没打就输了 我知道 你知道 你知道 那你知道你还给我图什么集训什么练呢 帮你突击训练的时候 我可没说 百分之百能帮你追到唐晨 这可不是你这种功利主义者 应该有的态度啊 妈妈 可你已经尽力了 可你已经尽力了 不是吗 往后的日子里 在想起来的时候 不会因为自己没有努力而懊悔 不是吗 我相信唐晨 也看到了你的努力 任何表演 只要投入了真感情 就不再是表演 何况 你已经尽力了 这次来呢 我本打算 看看你 玩够了没有 把你带回去 演员 毕竟不是个稳妥的事业 其实我 我知道 当初你说我儿竟要想当当演员 但实际上 是真心喜欢表演 对不对 你也不用那么怕我 我是你妈 儿子喜欢什么 想干什么 我还是看得出来的 虽然结果 跟我的期待有所偏差 但能让你过一个 相对快乐的人生 才是我最大的幸福 就像今天 我明明知道你会失败 但还是帮你 只是希望你今后的路 没有遗憾 妈 梁女士 你问着我妈妈的吸引够了吧 这些演技爆爆 爆弄苦啊 熊孩子 妈妈 我今天难得想温柔一下 行了 我知道你是爱我的 就行了 别误会 妈妈最爱的 还是我自己 你 我看你 她在我身边 我来看你 好 和你